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科学第四课 然后已经进入到第五个部分了 今天的视频会很简短,一定是因为在下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会讨论到更复杂的东西 所以就避免说同学一次过要吸收很多东西 我们就把它弄成简单更复杂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生字我们要学的是受粉 马来文叫做Benderbunahan,英文叫Pollination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字给背起来,因为一直重复提到 在我们解释什么到受粉之前 有两个花的部分要重新复习一下 当然其他地方也是很重要 只是在受粉这方面有两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是Enter,我们上一个video讲到Enter 它除了长得像豆芽的头之外 这个Enter的功能跟人类男生的蛋蛋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出产花粉的地方 也是收藏花粉的地方 所以我们叫它花粉囊 它是Menghastil Gambutia de Bunga 或者是Do Produce Pollen Grain 所以当蜜蜂采花粉的时候 是从这里Enter收集来的 收集之后呢 这个蜜蜂就会带着花粉来到Stigma Stigma是女生雌性花的其中一个器官 就是头的意思 它蜜蜂采来到这里把花粉给释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Menghastil Gambutia de Bunga 或者是Do Receive Pollen Grain 要记得花粉在马来文叫做Boutia de Bunga 英文叫Pollen Grain 所以收粉的整个意思就是把花粉从Enter 送去Stigma 这样子而已 马来文叫Boutia de Bunga 带着Enter ke Stigma 英文叫Transfer of Fallen Grain from Enter to Stigma 就这样子简单 既然花粉是从雄性的花来的 这样这个花粉 我们其实也可以讲它是男生的Sperm 然后同时女生的花里面有自己的Ovil 所以当花粉加Ovil的时候就等于受孕 同样叫做Pollen Grain 按在马来文英文叫Fertilization 有两种授粉的方式 第一种是自己给自己 我们叫做Bendabunga'an Sendiri 英文叫Self Pollination 第二种是我给你 马来文叫Bendabunga'an Kacho 英文叫Cross Pollination 所谓的自己给自己可以发生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一棵树上 一棵树有一朵花 那一朵花是双性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双性的花 它有男生跟女生的部分 那自己传给自己就已经可以了 下一个情况是 这一棵树有两朵花 然后这两朵花互相传来传去 OK 希望你们明白 就是可以发生在Bunga'an Sama 或者是Bunga'an Tapi'a Poko'an Sama 英文是Same Flower 或者是第二种情况 Different Flower but from the same tree 我们看这一张图 首先A的情况 A是一朵双性的花 它自己传给自己 B的情况是 这是一棵树 这棵树有两朵花 这两朵花互相传 就这样子都叫做Bunga'an Sambiri 或是Self-Polination 它的好处是 不是好处是特征 它的特征是 既然只是自己在繁殖自己 这样的话就是我的优点跟缺点 都会完全呈现在我的下一代 所以这个也是会等于是它的坏处 因为可以讲说 如果我这个人本来就对感冒很敏感 我一点一点就感冒 一点一点就生病 这样我的这个一点一点的生病的缺点 也会同样pass给我的下一代这样子 所以我的下一代就会对疾病的抵抗力很低 叫做Naya Tahan Pongyakit Le Berendah 或者英文叫Less Resistant to Disease 记得这是一个缺点 现在我们来讲说 什么叫做交叉 叫做我给你 马来文叫做Bunga'an Kacho 英文叫Cross-Pollination 就是当你把花粉传去另外一棵树 是同类的树 但是是另外一棵 所以这里牵涉到的是两棵树 马来文叫Dua Pocco 就这样简单 Dua Pocco 英文就是有Dua Parent Plants 我就怕同学会误会什么叫Parent Plants 这样子 Dua Parent Plants 就是两棵不同的树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它有多元化的后代 比如说A这棵树 可以生存在很热的地方 但是在冷的地方会死掉 B这棵树 可以生存在冷的地方 但是在热的地方会死掉 所以当我把A跟B加起来的时候 新的这棵树 它就有两个的优点跟缺点 但是就会互相抵掉 这样子 这棵树的树 可以同时生存在热的地方 跟冷的地方 所以好处是它会生 通过这个交叉的方法 来授粉的话 它们生出来的新的树 会更加能够适应环境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 几种可以把花粉 就可以传花粉的方法 这个我们小学就读过了 然后 这个帮忙传花粉的东西 不管是东西还是生物 我们叫做Agent Agent 或者英文叫Pollinating Agent Agent就是代理人的意思 它可以是一个Medium 或者是Organism 来帮助它传这个花粉 我们小学也读过昆虫 或者是动物 可以帮帮传花蜜之外 有一些好像风啊水啊 也是可以帮帮传花粉 所以针对这些植物 针对不同的方法 它们的花的结构 还有花粉也会有不同的特征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 讲到通过风来传花粉的话 我们第一个会想到是蒲公英啦 所以蒲公英的花粉 其实就是很轻 才可以被风吹起来 所以轻就是它的特征 好处是通过这个风的 帮它传这个花粉的话 它可以被吹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买文叫Debawa Gatenbite Angel 或者是英文叫Blown for Long Distance 它的花 关于花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要长得高 你长得越高 你就可以更接触到风 所以它就会有很长的filament 同时Enter很大 就完全长得像蒲公英这样 很长 然后又很大的圆圆的东西 它是吊在花的外面 因为要吊在花的外面 所以才可以被风吹到嘛 叫Terganton de Loa Boong 然后我的英文叫Hang Outside the Flower 这里有几个例子 就是马来王叫Rumpur,Jagong,Pokopadi 你可以把它配起来 英文叫Grass,Corn,Pedi 如果谁忘记掉filament和Enter的话 就是这个上次我们讲过的地方啦 然后它本身的花 我们刚才讲说Enter很大 filament很长之外 同时像蒲公英一样 它会一次过生产很多很多的花粉 叫做Boutier de Boonga 或者Pollengram 又小又很轻 要小要轻才可以被风吹起来 同时它的颜色是很不鲜艳 没有香味也没有花蜜 花蜜叫做Nectar 也是会一直讲到Nectar这个字 为什么它要不鲜艳的颜色 没有香味又没有花蜜 这样子它可以避免说其它动物把它给吃掉 因为动物会被香味给吸引过来嘛 所以它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特征来保护自己 在女生的话 女生就会有很长的Steel 或者英文叫Stull 然后同时就有毛毛的叫Burbulu或者Federi 这样子可以把那些吹来的这些花蜜 给吸在自己身上 同时也是被吊在花的外面 所以忘记什么是Steel 什么是Steel的话 就是这个图画啦 这是女生的生殖器的部分 下一个我们来讨论水 就是通过水来传花粉的 所以当然就是那些生长在水里面的生物 我们叫做Dumbuhan Aquatic 或者是Aquatic Plant 在英文 会通过这种方法来传花粉 它就是直接释放在水里面 然后它也是有几种特征 就是它的花蜜必须要很轻 这样子才可以缝在水上 同时 因为它会呆在水里面很久 所以它必须是防水的 然后就不会腐烂在水里面啦 马来文叫做Tida Reboot 或者英文叫做Non-Vetible 一样它们必须是没有味道 或者是没有花蜜的 这样才可以避免被其他动物给吃掉 然后这个example也看起来比较难懂 但是你们应该只要稍微看过去 因为考试可能不太会问这个 下一个是由昆虫来传播花粉的 这就比较常见啦 就是好像蜜蜂蝴蝶 它们身上就是有办法去黏着这些花粉 再讲一次 花蜜叫做Nectar 蜜蜂蝴蝶来采花蜜是为了吃花蜜 但是它们身体会不小心黏着花粉 记得花蜜跟花粉是不一样的东西 花粉叫做Boutier de Bunga 或者是Pollen grain 所以通过昆虫来传播花粉的花 就会有以下期的特征 第一个是它们就会有比较小的Enter跟Stigma 就跟我们之前讲到的相反啦 然后同样filament和Stigma 是不会掉在花的外面的 同时它们生产会比较少数 不像蒲公益 刚才我讲是生产很多嘛 它们生产比较少数 但是这些少数的花粉呢 就是会黏人家的 会黏着昆虫的身体 然后同时它的花要很鲜艳 就Bertal Bewana one 因为我是Colorful Beetle Beetle或者Bertal就是花瓣的意思啦 要有很鲜艳的花 才可以吸引昆虫过来 然后同时有花蜜跟香味 同样花蜜叫做Nectar 就会跟我们要讲的是跟动物 就动物比如说鸟啊蝙蝠啊 它们也是会吃花蜜或者吃果实 所以它们身上也是有办法黏着花粉 然后既然要吸引这样大的动物的话 就跟昆虫 不用昆虫才找个而已嘛 然后鸟跟蝙蝠比较大 所以它们的话就会比较更加的大 然后也是同样鲜艳的颜色才能够吸引它们过来 一样的它们也是有花蜜跟香味来吸引这些动物 比如说榴莲木瓜跟红毛丹的花 OK 右上角这一个花是榴莲的花 右下角这一个花是红毛丹的花 所以我们讲完四个方法 四个方法去传授花粉 我们要讲一下交叉的好处 就是我给你的好处有什么 因为这里牵涉到两种树嘛 就是两棵不同的树 所以当两棵不同的树的好处都加起来的话 新生出来的那个树 会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健康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生产出新的品种出来 因为我们把两种 两种树的好的地方都加起来嘛 所以有新品种可以生产出来 叫做Bervarity Baru或是New Verity 同时生出来的果子 那种子 瓜里都会更好 容易长大更健康 生出来的果实 会更多更好吃 这一个是交叉的那个好处啦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也通过这一种技术 然后因为马来西亚主要出产油棕 然后稻草跟加工嘛 所以这三个方面 如果考试问的话 你可以写这三个出来 OK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就到这里啦 只有12分钟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跟我讲 拜拜